川普向中共宣战。政治局会议埋伏笔。习近平还有机? 7月以来,中美贸易战的升级,有关习近平不利传闻不断升级,中共宣传系统遭整肃,传中共意识形态大总管王沪宁扩下台。 而8月第一天,美国考虑实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25%措施,中国股市二日大跌,三日北京宣布迎战美国,将对原产美国的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 由美媒称,川普的最终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抗击共产主义所以不会在这场战役中手软,有红二代认为,今次中美贸易战异议,实际上使民主向专制的宣战。 若习能改善更张,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发制,中美贸易战返成了一件好事。 7月大陆官媒网络频现反习挺习一项,7月大陆时局频发异象。 中共官媒新华网7月11日突然转载中共中央党校旗下学习时报的一篇旧文,提到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总书记的前称,华国锋认错一事。 华国锋承认搞个人崇拜的错误,就是发生在华国锋已经失势的时政晚期,随后就被迫下台。 目前,西华网、百度、新浪微博都已经搜索不到这篇文章。 进入7月中旬,习近平罕见的数度从人民日报、央视新闻联播等官媒重要位置引申。 同时,人民日报也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炮红中共党内一些人假大空的浮夸风, 并抬出已敢于犯上闻名的中共一部养元老彭德怀、张爱萍,称其为清流典范。 中共党媒数篇文章被外界解读为暗讽当前时局。 不过习近平歇赴,全国人大委员掌励战书7月16日,在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集体学习时要求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随后,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等习家军人马纷纷在官媒发声拥护习核心及其权威。 另据香港星岛日报7月30日表示,在习近平拜访期间,中南海面临巨大压力,各种传言沸沸扬扬。 中美贸易战被认为是习近平眼下内欧外患的导火索,也是对中国政局最大的挑战。 传言最多的要述习近平遭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老人开政治会议逼宫的传言。 海外媒体7月29日援引一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红二代的说法称,胡锦涛怎么可能跟江层联手? 他们过去的矛盾非比寻常,非常之大,联合起来整齐,根本不可能。 而胡锦涛之子胡海峰7月30日接受这家卫视专访,强调要仅仅围绕习近平一百零二字滴水之三的指示精神。 胡海峰在这种时刻站出来挺习近平,有分析认为,这或是胡锦涛及其子出面表态支持习近平。 正速宣传系统阵着反对派。在陆媒隔空对峙之时,中共宣传系统出现正速。 其中二名重要人物,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7月25日蒋建国被免职,只剩下中共中宣部副部长的先职,中共前往信任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卢伟7月30日被起诉,二人都曾被媒体指示刘云山亲信都参与访习巨大阴谋。 港媒《南华早报》称,北京高层正在调整宣传和网络领导层,以提升中国的外在形象,同时去保网络上的观点符合当局的路线。 早在两年前,就传出蒋建国因为涉嫌参与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事件而面临下台的危险。 2016年4月的香港《争名》杂志曾发表题为《反习小联盟》,搞局十九大,习近平刘云山全斗白热化的文章称,江派大员刘云山暗中组建策划了一个反习小联盟,其主要人员就包括蒋建国等人。 据香港《南华早报》7月26日报道称,蒋建国被免职可能与宣传部门过度吹嘘厉害了,我的国有关。 卢伟此时被起诉被制飞是偶然。 卢伟是中共十九大后首位落马的正部级高官,中共中纪委曾发布公告,称卢伟杨凤英伟,欺骗中央。 被网民称为网络沙谎的卢伟曾被揭和刘云山参与高官人乃验及收受巨额汇款。 卢伟也涉嫌参与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事件。 美国之音2017年11月22日报道称,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一个巨大阴谋。 卢伟还被认为是中共江泽民派系前常委刘云山的亲信,而他的下台也是习近平和刘云山等矛盾激斗的结果。 中纪委还指卢伟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坊间更使盛传卢伟和刘云山在北京私人会所共享人乃验。 中共政治局会议流浮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或建制王沪宁下台。 自西月初上海发生泼墨事件后,传出多的基层接获紧急通知,要求撤下公共场所有席画像的海报及宣传品。 梁家和大学问研究项目也被紧急叫停,各地学术机构的其思想研究也戛然而止。 多维报道称,今天早已不是九龙治水相互撤肘的过去,是习近平本人发声叫停这股造势宣传。 新子凌称,中共十八大号,在刘云山的导演下,以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国内外宣传的主调,再加上现任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部王沪宁政治导演厉害了。 我的国的纪录片等,这种大吹大泪,从根本上破坏了,2017年4月6日,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达成的和解和谅解,也理所当然地引起美国和欧盟等民主国家的警惕和反对。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上海政论人士陈道音,音译,的说,中宣布过度吹嘘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等,在中美贸易战之后,这些说辞显得苍白无力。 这是一个战略错误或失败,有人必须负责,需要做出改变。 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关于王沪宁可能下台的传言也日渐增多。 苹果日报署名为潘晓涛的评论文章称,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下台不是没有可能。 分析称,今次中美贸易战,中共宣传系统表现猪烈。 净美组织一篇巨愤浪的分析贸易战前因后果文章,更没分析美国政商学及传媒,民间一面倒支持特朗普开战原因,而全事物毛式叫嚣、谩骂、挑衅,令前线谈判官员及尴尬,也令中央毫无回旋余地。 文章称,这种愚昧,令对抗不断升温。 过去几年,中共喉舌不断吹嘘强国崛起,动辄厉害了,我的国民族主义,不仅令周边国家深感威胁,就连美国人也认为中共对国际秩序构成重大威胁。 王虎宁在7月爆售传要为贸易战失利下台等政治传言困扰。 7月31日,终于真人露面于央视新闻联播,但报道的是14天前参加会议的旧文,而王虎宁在镜头前一直逼头。 而新华社8月4日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受习近平委托,4日在北戴河看望慰问在休假的中国两院院士专家。 但代表习近平未问的并非王虎宁而是陈希。 而在以往8月初,都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前常委刘云山主管此事,在北戴河代表中央问候专家们。 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分析说,王虎宁的问题估计会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个说法,对王的处置结果可能不会马上公布,如果他突然露面也不必惊奇,不代表他没出事,总的趋势是,王极可能重演陈伯达,姚文元的政治悲剧。 被外界视为中共的首席御用文元王库宁,有三朝帝师之称,先后服务江泽民,吴锦涛,习近平三位中共党魁。 习近平拜访回国,7月31日立刻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内容罕见将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与中共纪律处分捆绑。 特别是在新闻通稿的结尾还留下了釜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按照中共惯例,其他事项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就是反复方面,涉及到大老虎的落马,其二就是涉及重要人事调整。 王虎宁是落马还是下台,外界将拭目以待。